它有一點點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 你看它的腹部的地方 腹部的地方 有一點點的 沒有語化收齊 就是沒有合併好 那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是有機會來補救 來救它的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皮特 現在呢正值炎炎夏日 即將要進入到8月份的季節 那在台灣的野外呢 這些台灣蟲 他們其實已經進入到比較中後段的時候囉 像是大部分的深山啊 其實都已經結束了 那再來呢就要準備進入猿翅 還有驚鬼這些小型蟲的時候囉 那雖然野外的蟲劑開始進入尾聲 但是四育品的蟲劑呢 有很多呢是正要開始的 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今天很重要的是呢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這一隻 飼養的 我覺得算是非常非常巨大喔 對我自己而言也是一個突破的 高砂深山蟹蟹蟲 那就在昨天順利的語化 但是有那麼一點點的不完美 我們今天帶大家一起來看看 發生什麼事 然後有沒有補救的方法 那另外呢還有一種蟲 進入他們的發生期 肆域的發生期喔 前一陣子呢就羽化了很多隻的大型的 鹿角敲行蟲 那現在呢輪到另外一種敲行蟲的 肆域的發生期喔 那就是漆黑鹿角敲行蟲 用非常亮麗的鋼琴烤漆的外表 是我非常情有獨鍾的一種台灣蟲喔 這種蟲呢 它其實在中部它的數量是比較少 所以要看這種蟲呢 相對在北部比較容易發現到牠們 那身為台中人的我 其實過去呢是非常憧憬這種蟲的喔 那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羽化的成果 跟大家分享一下簡單的一個飼養方法 我覺得算是還蠻好養 而且很容易養出大型的種類喔 很值得大家飼養 超棒的 我個人非常喜歡的喔 好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喔 馬上先來看一下 眾所期待的超大型的高砂深山 那它的飼養紀錄呢 從前年的七月就一領了 然後一直養到現在 幾乎是花了整整兩年的時間 那當然兩年的時間 換來很大型的個體 也是相當的值得喔 相當的有成就感 那我們馬上來開獎喔 哇超棒的 來帶大家仔細來看一下 這一隻巨大的 巨大的高砂深山翹心蟲 這隻真的非常非常的巨大 我把它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喔 我相信隔著螢幕喔 都可以感受出來還有多大隻喔 真的很大隻喔 非常的壯碩 超級壯碩的 不過呢應該也可以發現到 它有一點點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 你看它的腹部的地方 腹部的地方 有一點點的 沒有羽化收齊 就是沒有合併好 那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是有機會來補救 來救它的喔 現在呢我們就要試著把它的鞘刺 把它合在一起 需要準備這個人工皮 用人工皮和黏性 把兩邊的鞘刺給它 合併黏在一起 這樣子呢 是有機會讓它以後 硬化以後 變成成體 是完美的 癒合的喔 這個非常厲害 那以這隻蟲來講 它其實只有一點點的沒有合好 就是小燕尾 所以在補救這樣子呢 應該算是 相對容易的喔 我們馬上來 試試看能不能把它補救好 我們可以根據這個 蟲的 要黏的部分 這個大約最多用到兩條 就OK了 那我們就剪一個寬度出來 剪一個 太細的話有時候黏性比較不夠 我大概會剪 這樣的一個 寬度 這樣的一個寬度 那這裡的部分應該是 足夠分成兩條以上 唉唷 掉了 好 這個皮撕起來以後 我們現在要小心的把 我們現在小心的把這個蟲給拿起來 那當然這個時候它也是非常的脆弱的時候 所以要輕輕的把它拿起來 哇 應該可以感受到這隻蟲 有多麼的巨大了喔 這個真的非常的大隻喔 應該就是落在85mm左右了 那當然我們等硬化以後再來量它 現在 要儘快的 來幫它做一點小手術 黏住一邊的 翹翅以後 把它 從另外一側拉回來 這個時候一定要 特別 格外的溫柔對待它喔 好 好這樣我們就完成一個非常快速的 把這個 高砂聖三它腹部的地方 稍微把它黏合起來 黏合起來它的翹翅呢 就不會這樣開開的 那當然呢這隻只有一點點的小燕尾 所以在黏的時候呢 算是還蠻容易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盡量少打擾它 一定要少打擾它 所以 在很快速度我們把它黏合起來以後 我們就把它放回去 準備讓它去休息喔 但是再看一下 這隻高砂聖三 真的很大隻喔 看一下 哇喔 好 很快的 看完我們的高砂聖三 輪到我們的漆黑鹿角 這是我非常喜歡 行有獨鐘的一種 台灣嬌形狀喔 那飼養呢 其實我覺得還蠻容易的 就可以養出 大型的漆黑鹿角 通常 山林更換一次木屑以後呢 就能夠有不錯的表現喔 來看一下第一隻 這隻呢 就是一隻 穩穩的 過六公分的個體喔 這隻呢 應該就是很容易 很輕鬆的 超過了六公分 把它擦一下 身上都是泥土 身上都是泥土 很漂亮喔 你可以看到它身上這個鞘刺 真的非常的閃亮 看一下 閃亮亮的漆黑鹿角喔 閃亮亮的漆黑鹿角 然後呢 我們來幫他測量一下體長 讓他 測量一下身高喔 看一下 這個呢 體長是 63 這隻有63mm喔 非常的不錯 不用用非常大的容器喔 這大概500cc的碗而已 就可以養出 超過六公分 而且這隻有63mm的漆黑鹿角喔 好 請你在這裡休息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別隻喔 這隻呢 就是 鋼鋼魚化喔 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呢 是他鋼魚化的樣子 然後這隻翹式還有一點點 紅紅的喔 我們把它拿出來 請他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將將 這也是一隻漆黑鹿角喔 那可以看到他因為鋼魚化的關係 所以他的翹式還有一點紅紅的有沒有 然後腹部呢 也非常的紅 是因為他鋼魚化的原因 等他開始變硬變堅固以後呢 就會變成全黑的 然後開始擁有這種 鋼琴般的烤漆喔 好一樣我們來測量一下 這隻的大小 這隻的大小呢是 63 同樣也是63mm喔 一樣 跟剛剛第一隻呢 大小表現相同 非常接近啦 非常接近 我們再來看一下喔 這隻呢 就是這批表現算是 比較大型一點的個體喔 這隻呢 他的幼蟲呢有 撐到15克 撐到15克 2月的時候撐到15克 可以看到跟第一隻 放在一起比的時候啊 這隻呢整個身體的 粗壯度 看起來呢有非常明顯的不同 不過他們在他們的體長上 可能就是差一兩面的差別喔 來我們來測量一下 還有多大隻喔 好我們來測量一下這一隻的 體長 這一隻的體長是 65 65 這隻呢 剛好是65mm喔 可以看到喔 這隻呢是剛好是65mm 相當不錯 相當不錯 再打一點 65.9 65.1左右 算是蠻大型的雞黑鹿角喔 雖然呢沒有比前兩年更大喔 都是養到65 不過65的這個感覺呢 真的超棒的 我超愛 超愛 那後續呢還有一些的勇 然後整體的表現呢 都非常棒喔 看一下這個勇 這個勇呢也是 很大型的表現 應該也是63上下喔 6364 都非常的不錯喔 我非常喜歡的一種台灣蟲喔 他叫漆黑鹿角敲行蟲喔 很漂亮 那我們就借這個機會呢 請他們上來合照一下 好 太棒了 看一下喔 很棒的 雞黑鹿角敲行蟲的四域喔 那四域的紀錄啊 就是剛剛 影片中大家看到標籤那樣子 還蠻好養的 台灣蟲 很蕭行蟲喔 雖然老師養起來實在是超級帥 這鋼琴烤漆的外表 實在是太迷人喔 好那這個呢 就是這週的私域屋 跟大家分享一隻巨大的高殺生蟲 還有他的一個小手術 那另外呢 就是這個 漆黑鹿角的私域喔 不要打架 另外呢就是漆黑鹿角的私域 希望大家有 大飽眼福的感覺喔 真的很棒喔 台灣蟲的這些特色跟魅力啊 真的是一覽無遺 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希望大家會喜歡喔 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